一群头戴丝袜的男人冲向被绑在凳子上的少女 接着用臭袜子堵住她的嘴 就在他们争抢先后顺序的时候 泰迪提出了一个更变态的主意 那就是排队轮流玩耍 这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他们给拉西戴上眼镜 并且将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看着视频中发生的一切 无助的拉西瞬间失声痛哭 可面对母亲的殷切询问 她却不敢说出一个字 只能在第二天上学前祈求母亲 能够带她换一个地方生活 然而母亲却以省钱为由拒绝了她 谁知就在当天晚上 罪魁祸首泰迪再次找了过来 原来是今天她喊拉西出来玩 拉西却因为害怕没有恢复 为了惩罚她的不听话 泰迪拿出一瓶神秘药水 威胁她必须全部喝下去 不然就会把视频传给学校 在一群人虎视眈眈的注视下 无奈拉西只能乖乖喝下 很快她就失去了意识 当她衣衫不整醒来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极其惊悚的事情